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一节课是理论课 我想要来分享一下 双打如何的配合 分工合作 双打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最近好多人都跟我讲 两个人在配合当中 互相打到对方了 要么就踩到对方了,就拍子打到一起了 这个是常常发生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双方没有做好 团队的配合 所以我今天觉得 很有迫切性来分享这一堂课 首先呢,我已经把这个场地画好了 那上面的这一方呢 我们预设它是进攻的一方 下面这个呢,是防守的一方 那进攻的一方呢 通常我们是前后站 防守的通常是左右站 那接下来呢,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站位呢 好,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场地,这个半块场地 想象成是他们两个人的 共同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这一整个大工作呢 我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小工作 把分成六小块 好,一 一,二,三,四,五,六 好,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因为这六个点呢 是对方呢 主要打的这六个点 偶尔也会打到中间 技术不好的话 或者是突击性的打一打中间 有可能 但是大概的话呢 就是这六个点 我们需要分工的 那这六个点 你可以看成是六份工作 六份工作两个人 他怎么分 那就是你一份工作 我就五 我就五 你二我就四 对吧 你三我就三 是这么分的 好,所以就是你10% 我就是90% 你是20% 我就80% 你是30% 我是70% 这个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它是可以改变 根据你的搭档的能力 它是可以转换的 好,这个原则大家需要知道 对,我们不可以说 好,今天你拿10 我也拿10 那另外的80%是谁的 不知道 或者是呢 这个地方 大家都在抢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没有人要 这是不行的 好,我们在双打当中 出现问题就是 刚才我所讲的那两个情况 就大家都在抢同一个工作 分工不清楚 合作不清楚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清楚的把它分开来 那通常谁先选呢 前面的人先选 他选了照顾一个点的话 他就要照看剩下的所有的场地 五个点 所有场地都他 如果他呢 前面的人选择这两个点的时候 他就要选择其他点 如果他选择照顾这三个点的时候呢 他就选择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 你看到吗 他的选择哦 他的选择就已经决定了他的选择 所以后面的人是配合永远是配合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永远要做出一个选择 他不能不做选择 他必须要做选择 后面的人才知道要怎么办 好,这个就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 前面的人不情不楚 不知道自己要做选择 好,他没有给后面的人一个明确的决定 好,那你要怎么知道说 前面的人他要照顾哪个点呢 他要前面的人必须要给后面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息 就是要沟通 我们在场地上面怎么沟通 两个人不能讲话呀 那你就是要看他的body language 就是他的身体 他的动作 还有他的这个站位 这些都是一些无声的一些信息 但是你要去学会去观察 这种人的这种动作 还有他的站位 你要学会去观察这个东西 好,那这个就叫默契 也就是我不出声 你要知道我干嘛 所以前面的人呢 他要很清楚的 我如果要选择这个点 我要站过来 我的人要移过去 如果你不移过去的话 他会误以为你要照顾这三个点 所以你必须要移过很清楚的 我就是这个点 其他都是你的 如果呢,这个人能力比较强 好,我选两个点 因为这两个点很近 我就顺带就照顾了这两个点了 那呢,这个人呢 他就是automatically 就会把剩下那个四个点包了 好,他如果是三 他就站在这三个点的中间的位置 好,如果那个球呢 出在左边呢 他可能就是偏重点这两个位置 因为这边比较圆 我有一堂课讲过了 讲过了 为什么要跟着球走 比较近的点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主要是照顾 比较近的点比较危险的点 好,这条直线球离这个点很近 所以他会 他会主要的 主要的照顾这两个点 然后呢 还顺带可以照顾这一个点 比较圆的一个点 好,这三个点是他 好,那更厉害更专业的球员 他可以照顾四个点 同时照顾四个点 然后他就很轻松 他就只照顾两个点 你看他的位置是移动的 他是四的时候 他是站在这个中间的 那有的人他很confused 他的partner 因为他站在中间 然后他啥也不管 所以他就有一点没有给他很清楚的信息 他站在这里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只知道站在中间 这是有的人犯的错误 对,你在场地上面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信息的 都是有目的,有原因的 为什么你站在这里呢 你打球,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是因为你要照顾这四个点吗 我要照顾哪儿,我要站哪儿 他就根据你的站位来做决定了 所以这个人他站在这里 目标不明确的时候 后面的人也很难做的 进攻这方的分工合作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再指出来 后面的人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他不去看前面的人的站位 那前面的人呢 他已经站在这里了 他还不知道要保护这些点 他前面的人一旦站在这里 他就是保护剩下的点 但是呢,这个人常常去看球去了 不去看他的站位 所以就不知道自己这边已经空掉了 这也是一个常犯的错误 多多练习就会懂 现在听的有点抽象 所以这个影片要多看一看 好,那这个进攻的重点 我们就讲完了 防守的这方呢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它是一样的 它也是要分工 也是要合作 也是要清楚的 给对方做出一个选择 一个body language的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 对,一个无声的信息 要传送出去 好,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防守的这方啊 他的工作稍微多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打球尽量是进攻啊 因为进攻只有六份工作 防守呢 他有十几份工作 所以他就更危险了 好,那十几个呢 好,一在这里 好,现在呢 防守的一方还要跟着球 跟着球 我为什么把他放一吗 因为他最危险 他离这个球最近 所以他最危险 所以他是一 第一个点 第二呢 在这里 他也很近 按危险度来分 三 四 用下这个 四 五 看到吗 好 一、二、三、四、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一 你看他一到防守 他就更危险了 因为有十一个点 对方是可以经常去攻打的 对,所以他就更危险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尽量的不起球 尽量的进攻为主呢 因为你要管的地方少了很多 好,我先打掉这两个点 因为这两个点是不需要分工的 一打到你身上 你知道是你的 那现在呢 是比较confused的是其他的点 这中间的点 谁接啊 对吧 然后呢 你的站位要怎么样移动啊 要怎么样去变化呀 好 那我们就站位呢 是跟着这个球变化 现在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一共有九份工作 要九个点需要分工了 九个点需要分工 然后呢 在这个九个点里面呢 谁先选呢 就是直线的那个人先选 就球在这边 球在这边 那这边就比较危险 所以他要先选择 他要先选择 好 如果他选择 看一二三 这个三个点 那这个人呢 他就要看完所有其他的点 OK 一次类推 如果他能力不强 他的能力比较强 他站中间 他要管这六个点 那他就 他就过来 OK 所以直线的这个人 他要根据自己的能力 来选择 我要几分 我要选多少个点 我cover多大的场地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属于保护的 他是配合的 好 当球呢 一移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人 他就变成主动方了 他要选了 他要选了 所以他的站位呢 就要给他信息 直线的人的站位呢 就要 就要移动了 好 他是看球 来移的 球一过来 他就选择了 好 我选择这三个点 然后呢 他呢 就看他 他就看他 他就看球 然后他看他 移了 那我就移过来 我就保护剩下的点 好 这个就是 你为什么要跟着球移 为什么要跟着搭档来移 为什么要 一直的变 一直的变 这个打多了 就有经验了 一开始可能很confuse 哎呀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球一变我 站位就得变 对慢慢大家就懂 但是我这个 还是比较初级的 就是高级上去的话 还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因为我不要confuse大家 我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怎么样分工 怎么样合作 怎么样给你的搭档 一个正确明确的信息 好呢 这堂课就结束了 就讲到这里 那我对这堂课呢 要有三个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 是明确的分工 你要知道 这个场地 有哪几个点 是需要去看的 去take care的 然后呢 谁做出选择 进攻方 就是前面的人 先做出选择 那这个在防守方呢 就是直线的 最危险的那个人 离穷最近的那个人 先做出一个选择 然后呢 另外那个人呢 搭档呢 他就是配合方 就是保护方 所以当你的partner 一旦做出一个选择 他移动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去cover他 cover剩下的场地 你不要忘记围绕着他移动 有的人就是搭档已经动了 他后面还没动 对他要记得去补位啊 对吧 一空掉人家一选两个点 剩下点都空了 你要去补他呀 对 你要补掉 你要把那个80%给看住 两个人一定要跟上 两个人不能脱节 第二点 前面的人要给后面的明确的信息 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补位 大家要跟着这个球去移动 去改变 对 当这个人他 他一改变 我只看一个点 因为他觉得我 off position了 我的站位不是太好了 我改变我的选择 我平时选两个点 我现在选一个点 行不行 可以的 所以后面的人 你只要一直看着你的搭档 一直看着你搭档的话呢 你就会很清晰 你要管的位置是 大概多少 你要管的这个 percentage大概是多少 你是一直看着前面的人 在动的 旁边的那个人 也是看着直线的那个人 一直是给他一个保护的 好 这个两个人 你们要互动起来 要teamwork起来 对 两个人呢 如果没有这种 这种沟通啊 没有这种默契啊 没有这种沟通啊 是很难打到一起去的 就我们还会有更高级的学习 也就是 当我选择了三个点的时候 我三个点里面还有轻重缓急 还要更细微的 三个点里面 哪个更重要 就是比如说我分工 我知道这三个是我的了 对 但这个三个里面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三个做得更好 我更快 所以我就缩小我的范围 然后我要把这个 我自己的工作做到更好 我不但要跟partner合作 我还要把自己本职工作 做得更好 那这个我们下次再分享 还有些错误的就是 就是其实 有的后面的人会被逼 逼到一个角来 逼到一个角的时候 我一看到这么危险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把其他点都准备好了 我已经把其他点都帮他准备了 所以我的站位会偏中间 但是他呢 被逼到这个点了以后呢 他不懂得去利用他的搭档 他还是把那个压力 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这么被动 他还要去杀球 还是要进攻 还是想要去做 一个很precise的球 其实他可以随便的setup给我 我有准备 他一旦随便的setup一个对角 我就另一个可以去 去帮他把下一个球给 给拦截住了 对 就我立刻就可以cover住他 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相信 你看这个就是两个人 没有合作 就是因为我是打双打 可是我还是像打单打一样 把所有压力都放在我身上 你可以把一般的压力 给你的搭档 你可以靠他 不是说我 我双打 我还是打的三打一样 我什么东西 都往我自己一个人身上扛 其实双打的话 你就依靠一下 你的搭档也没什么的 你依靠一下他 然后下一个球 等你缓过来了以后 你再回到两个人 就一半一半都可以 双打都是这种 帮来帮去的 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合作的 所以你也不要怕 跟对方去分享你的危险 所以这些很多东西 我们以后再慢慢分享吧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